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这支Posa 其实是两年前一个展览用过的 那个展览其实就是关于建筑物 故事和身体之间的关系 这个建筑物它本身充满了故事 而那些故事往往都是透过我们身体去表达出来 身体的每个部分和一间房子的不同的部分 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有时会有门眼、储物室 就像我们身体的胃那样 储了很多物件 睡房我们就比喻做一个子宫 就像你小时候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那种你可以很自由 不需要去忧虑 也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神经线就和家里面的一些电线 和一些水管 我自己很喜欢看一些建筑的图 可以一眼看完整个空间之间的关系 还有就是那个空间感我自己很喜欢 一些好像很干净 很闷的一些建筑物的部件 亦都有一些比较人性化的物件在里面 这个也是我自己一向在用的一些创作风格 我自己很少拿账 对于一些跨媒体的创作人 其实来说是比较难 因为要在专业里面 那个准则里面去达到的水平 今次都没有想过会拿账 但是反过去也很开心 因为亦都看到Poster的包容性 一些没那么传统的作品都可以出现 香港海报三年展的历史越来越久 reputation也越来越高 香港的平边设计 其实是很需要去记录的 Poster是一个很难去记录的一个媒体 很随便的 你在街边看到 很难有一个位置可以看到 这么多好的作品 而这个比赛 亦都可以看回香港的平面设计 那个水准是去到哪里 那张海报远看的时候 会是一个念字 其实今时今日 很多人都会有很多念头 譬如想买楼 想各种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将海报近看的时候 就会见到 在念里面 上面是一个金 下面是天理的心 金天理的心 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一刻 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海报 其实用了一个 特别的印刷 那个纸是一种反光的纸 你走过去 就好像在照镜一样 问一问你自己 到底你今天到底想做什么 这个奖 对于我作为一个设计师 是一个很大的意义 今时今日 很多媒体的东西 但是永远做设计的 第一件事 会很想做的就是海报 在一个这样的空间里面 到底你怎样可以在最短时间 给到一个影响 或者给到一个影响 这个客户呢 当年我的老板跟我说 你的海报不行 你不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感动到观众 经过这么多年的 我今天终于可以和他交代 我的海报是有进步 可以了 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就是我们放的钱在住的方面 越来越多 但是你住的空间没有变大 反而变得不太小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人的一些 最基本的要求 但是不知道如何在香港 变得越来困难 我也想借今次的海报 去表达一下我对主题的一些看法 和一些感受 现在经常讲的劏方 因为想看的人 容易些去明白主题讲的一些物 所以就直接用了 住字 作为一个主要的视觉元素 而字的一些不画 就做了一些斜角的处理 而其中一个不画 就将它变成一把刀的形态 而当这把刀加上这些不画 在画面上 就会形成了一个好像困难的空间 而刀本身的存在 就正正好像将这个空间 拖开一样 那为了配合我主题的气氛 就只用了黑色和白色 两个黑色 首先要多谢评审给这个奖 因为香港国际三年展 是一个很多专业设计师 会参加的比赛 那我有幸参与其中 又可以得到一个奖 对我来说的意义非常之大 商业上面的工作 或者海报 其实 不是很大空间 去给设计师 发挥他自己的设计 风格 或者是他对于 社会本身的一些看法 那我觉得 文化博物馆举办的 这个海报三件事 是一个好的机会 去给公众知道 设计师在海报上面 能够发挥的一些可能性 和多样性 第一期 香港涉影师联网 HKBN 他们每年有展览 其实有为他们創作了六年 而他们 这英文的主题是 例如声音 用行画表达声音 虽然有人发 aunt 但究竟如何才能突破呢 就是找一個人好像在發聲 然後如何再將它更加發揮 變成一個更加有聲的東西 就印在一張報紙上 希望會有互動 就可以啪啪啪 雖然沒有人敢這樣 海報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你在網上看是沒有震撼性的 海報一定要是實物才會有震撼性 首先攝影師肯陪我試 然後模特兒肯犧牲自己 接著還要做到博德埋音 所謂置疑 其實就不容易了 做了20剔 然後去到印筆報紙 也是要對方願意 因為其實我想任何人聽到第一下 他會爆的 會答你不行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所謂的技巧 最重要是很合作 很試 到了這個年紀 發覺原來都去到這個standard 五位評判 這麼出名的評判 一致都可以 就是一個榮譽 是真的榮譽的 Hashtag 是一齣2016年在台北演出的舞台劇 他的劇本改編自 2014年台灣文學獎的 劇本經典獎的得獎作品 叫做《縣世語言》 設定要模仿台灣喪禮中常見的罐頭塔 但以各種現實環境裡的現成物品 取代傳統上罐頭塔使用的罐裝食品 設計時想要保留塔原來的儀式感 但以詩序的文字塗鴉來衝撞 去對照劇中以稀鬧荒誕的說故事方式 來呈現許多現實中人為的不合理 除了照片以外 素材都用Adobe Illustrator 一筆一畫的畫出來 我自己稱為這是畫字 無意義的線性塗鴉 作為主要的視覺表現 並隨機而在這些塗鴉之間 利用塗鴉線條的輪廓 印上漸層的銀色色塊 這種電腦手寫的效果 看似天真卻也很銳利的違和感 會想用畫字做設計 純粹是覺得市面上 常見許多的圖紋排版 文字與圖像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 感覺就像是把兩個陌生人安排坐在一起 但因為彼此的不熟悉 所以整個氣氛很安靜 但又很和諧 我一直覺得這種安靜 其實有點假裝 所以我想把文字圖像化 介入圖像 很自由 但也很偶然地去碰撞各種 新的視覺關係 這是我第一次自己報名 設計相關的比賽 很高興作品可以被看見 也因為評審之一是福布宜成先生 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歡 也很崇拜他的作品 我是他的大粉絲 所以能夠在香港海報展得獎 非常的驚喜 很謝謝評審們的肯定 我設計這張圖片 the brushstrokeas a classic and elegant but also wild and powerful visual element that dominates the whole format my goal was to combine this strong abstract form with the figurative concept I combined analog and digital techniques I used monotyping to create the brushstrokes and develop many variations until I was satisfied then I change to the computer and model the brushstrokes around the figure 最終的設計是在黑色的製作品中, 紫色的製作品中, 紫色的製作品。 我認為更多有措施, 更多重要的擴展。 我愛這個擴展的擴展, 因為你不能避免任何部份上的擴展。 因為全部都很明顯, 不好的決定也有。 我相信這次是一種最強的擴展的擴展。 當然,我非常幸運得獲得這獎項, 當中很多擴展的擴展。 I admire. I'm also really honored by this Jewelry Award from Ariane Spanier whose work is very inspiring to me. For m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took part in the Hong Kong poster triennial. To me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iscover new areas, new cultures and meet inspiring people.